27号上午 东河乡龙昌部落阿美族风年祭 举办迎宾以及聚会所的落成典礼 现场邀请离乡族人及游客一起同乐 部落族人表示 风年祭就是他们的新年 大家都会积极回乡参加 因为风年祭就是我们原住民的过年 对 我们一定都会积极地参与这些活动 以及年祭 那每年的风年祭都是 在七月份 不过两年已经没有办理 在今年我们不为疫情 还是要传承文化 希望很多在外的学子 年轻朋友 不要忘了你的使命 回来不只是风年祭 而是传承我们的文化 希望今年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今年活动还包括龙昌文件站的长辈们 从六十多岁到九十多岁 整齐花艺的动作 表情专注地跟着唱跳 即便不能站的长者坐在铁椅上 也可以节拍明确地跟着坐 能看到这么多长辈和年轻人 部落主席开心不已 文化的传承必须是参与 而不是用口号 今天我们的年轻人 回来就是要传承 因为你没有去参与 文化就不可能实现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祖先告诉我们 人的参与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的年轻人 从北部 中部 南部 参与今天的基点 就是要传承我们的文化 除了举办部落封年祭之外 在众多来宾的见证下 还帮这个聚会所落成皆碑 部落年度盛事 虽然因为疫情停了两年 不过阿美族族人 依旧没有忘却 这份传递文化的重要使命 请讨人亚太电视 邀利芬 台湾台东 开访报导 呢 大铺 我们下次 好